跟踪 绑架 打击 吃火 现在要是追杀 这片一看就是大片 走商业路线 好走你也是三生有幸 不好意思啊 把你牵着到 这件事情里来 你也会说不好意思啊 有进步吗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金秘书来为止 我们现在就在这儿躲着 不要出去 我们现在就在这儿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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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这儿躲着 那我走着 马上需要跟你报告吗 你和郝聪明一起出去过夜 所以你没脸说吧 你派人跟进我 我可没空 你自己搜微博 还有你们的合照呢 事实怎么样 很好 你对我绝情 那你就别怪我 对郝聪明不留余地了 施总 不用管 我都要看看 他能掀起多大的风暴 遥光之星的主题是流星与爱情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发布会的场地定在郊外 可以看到夜空和繁星的地方呢 而且我查过了 发布会前后的几天天气都很好 有正值流星与高发的季节 反正呢 现在这个会场我都已经布置好了 特别的美 各位帅哥 各位靓女 各位来宾们 大家晚上好 好 遥光之星的处女秀 在这里伴随着夜空 清新还有流星 花花的落下 还有各位来自新星的你们 正式拉开帷幕 有什么 grilled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你干嘛 我都弄好了你们 来 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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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这个就 走 走 你们这个到底干吗呢 这些人到底哪里冒出来的 好在我把遥光之星 放在兜里了 还没有遭遇不测 这群人只砸产物 看来目的是 让我的发布会办不成 竟然会有这种事 我一直认为 池墨是个知青众总踏距的 现在看来 是我高估了她 爸 池墨她三分四次打我的脸 你要替我想想办法 她打你的脸 就等于打正式的脸 好女儿你放心 有爸爸在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 还是爸爸对我最好 妈 妈 怎么了 出什么事啊 出什么事了 你捅出大娄子 你知不知道啊 你捅出大娄子 刚才宝珠的父亲打电话过来 说对你很失望 他打算把手头上的池市股份 抛售出去 老真老张 几个在池市持股量大的股东 都已经在找他洽谈购买股份的事了 什么 要是宝珠 所有的百分之七的股份 落到那几个人手里 你和我分分钟就会被踢出董事局 池市集团也会从此一主 你父亲这么多年来的心血 就都白费了 怎 怎么会这样啊 我一直跟你说 池市的儿媳妇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郑宝珠 是 妈 你说的事情我都明白 但是 池市集团的事情 我自己会想办法处理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感情问题 妈 你就别管了 行吗 穆儿啊 不是妈妈不讲道理 像我们这样的大家族 就算是你的私人感情 也是跟家族利益息息相关的 数情数重 你自己得分清楚啊 门当胡对 是我们这种大家族 延续下去的生存之道 你已经长大了 应该明白啊 人这一辈子 很多时候 并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的 好 妈 我听你的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于好聪明一刀两断 跟宝珠订婚 你怎么啦 你包呢 我刚遇上了一伙强盗 我现在能完整地回来 真的是福大命大了 他们把整个发布会的现场 砸了个稀巴烂 什么东西都抢走了 天哪 我得去跟持总包备一下 下次再去布置会场 必须得要配备相关的安保力量 持总 持总 等一下 持总 持总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汇报 今天下午去看查场地 但是被医生神秘人给砸了 交给精密艺术处理 老板 前天在农家乐的共患难 今天就不认识我了 持总 到底怎么了